因为我有看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所以其实我也是你的粉丝 只是都没有告诉你 我很喜欢你演的花柜哦 现在我也算是嫁给了偶像 是大家口中的人生顺利组了吧 亲爱的老婆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39天 你知道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吗 不知道 好 那我等一下再解释给你听 亲爱的老公 你好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我还记得2022年 我们是在工作的时候相识 当时知道可以跟你合作一起演戏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兴奋 而且难演心中的雀跃 因为我有看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所以其实我也是你的粉丝 只是都没有告诉你 我很喜欢你演的花柜哦 现在我也算是嫁给了偶像 是大家口中的人生顺利组了吧 到后来靠近了祥之 知道你很喜欢小动物 喜欢出去录音 喜欢户外活动 也跟我一样很喜欢主菜 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每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虽然说只是短短的几句话 但你对我的照顾从来都不只是嘴上所说 是真的让我感受到踏实感 还有依靠 老婆我开门咯 你是要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可以 欢迎 不行我也会进去 谢谢 我都还你了 干吗 干吗 親愛的老婆 謝謝2023年底那一晚 你說的我願意 那一晚我們抱著彼此 一起流下了喜悅的眼淚 接著一路登記 文定 拍婚紗 籌備婚禮 直到今天我們終於走到這一天 真的不容易 謝謝你為了我們的婚禮 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全部都攔在身上 可是你是這麼的願意 並且處理的圓圓滿滿 這場婚禮對我來說是值得的 它讓我更加的了解了彼此 以及彼此的家庭 終於看到你要結婚了 長大了 很開心找到一個能夠讓你當成以後的輩子的後盾 所以我就把女兒交給你 你們兩個以後就是要互相的體諒 互相的包容 這是一個解 知道嗎 謝謝你們的養育之恩 我還是很謝謝爸爸媽媽你們一直以來 都一直當我們的榜樣 照顧著我們每一個小孩 我們家三姐妹 都是因為有你們的照顧 我們才可以長得這麼好 爸爸媽媽在這邊 衷心的來祝福你們 希望你們彼此實現 對彼此的承諾 好好地把自己的婚姻生活 經營到最充實 在外面碰到任何的困難 家裡永遠是你們的避風港 最後是祝福你們兩位 能夠比翼雙揮 幸福美滿 媽媽 謝謝你們爸 加油的手交給我 我讓你們失望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麻煩你們 爸媽我愛你們 謝謝你們 我媽也愛你 你對我的愛和付出 始終是指針不減 雖然你說 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真的很認真的 想做好一個好老公 這件事我都有看見 謝謝你出門 願意主動牽我的手 讓我過馬路 其實有時候 在黃神華手機的時候 還是可以感到很心安 因為有你在身邊 親愛的老婆 我寫太多字 我腳有點痠 我是一個 不太會表達的人 有時候甚至 還有一些怪脾氣 但你都很有耐心的 願意溝通 甚至你願意為了 我改變自己 謝謝你對我 以及這個家 對張哥哥 張芽芽 還有我的家人的付出 這一些我都看在眼裡 從今天開始 我要追上你的腳步 我要用跟你同等的愛 來對待你 對待你的家人 對待我們這個家 愛我的朋友們 大家應該都會哭 因為大家要說 天啊 真的很害怕會哭 但希望我等一下不要哭得太久 可以有一點點就是 留一點氛圍給我跟 我的另一半 數位哥 希望將將數位 衝到二十個女人 來 龍群白 阿拉克 我也會陪你一起經歷風雨 然後一起欣賞一路上的美景 我也想要讓你知道說 無論如何 你都可以勇於去挑戰 放心的去飛翔 因為我 會好好的做你的後盾 守護這個家 做你最溫暖的避風港 每天早上起床 看到你在我身邊 我只有想要講一件事 就是 這應該就是人家說 嫁給愛情的模樣 我希望你們以後的日子 都像 星期五晚上 好不好 親愛的老婆 我要開始解釋囉 今天是我們在一起的 第539天 539它代表著 無家有妻 30年紀 久久長長 白話來說就是 我終於娶到了你 在你最迷人的30歲這個年紀 我答應你 也督促我自己 要給你一個 無後顧之憂的家 一起攜手走下去 久久長長 今天就放心讓自己 當個最美麗的新娘吧 張太太 老婆 我愛你 謝謝是你 讓我心動且心安的人 愛你的老婆 謝謝照顧 謝謝照顧 謝謝你 謝謝 散開 散開 謝謝 散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